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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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插水錶 然後咧 該不會躲在這缸裡面吧 哈哈哈哈 那時候躲在這缸 好像要說這缸可以再下一個他 喔~~ 差小勒 哪裡都是醬油 那這裡面有意思的是他都把那些壞人啊 用鳥頭或鸚鵡螺 欸他們其實就是那個是鸚鵡螺 被弄一團招了 欸你們這樣神明會生氣喔 要抓你們喔喔喔喔喔喔喔 說來就來欸 直接從空中飄下一張紙 那是什麼紙啊 名紙嗎 蛤 會從隔壁船來的 喔喔喔喔 老媽在撒...撒...那樣名字 然後手上抱著沒有雙手沒有頭的... 木森 去死 哇小啊 喔喔老媽...老媽頭轉了180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是特技老媽啊 早說嘛 原來是老媽專門表演特技給我們看 那不是啊 我的碎片嘛 我現在3不50一定要挨一下 欸那你現在有雙手啊 你是不是可以把那雙手交給他啊 最後...喔...他結束了是不是 你昨天居然... 離結束那麼近嗎 最快結束了再等一下木森 我... 再說起來了 不行我還是很在意 所以我的那個...碎片呢 接上他的雙手吧 這個門也鎖起來了 這個門也鎖起來了 好...走吧 天皇燦燦的世界 他曾經遭遇了什麼 黃泉路 欸...有像耶 被你這樣講 因為剛好是黃色的 如果像這黃泉路倒有可能 只是對眼睛真的不舒服 上面少了什麼 哇...對眼睛好傷喔 我以為他身上有啊 那這邊是什麼 地獄道 還是小腸...大腸 呵呵呵呵 這是美術館嗎 他們家耶 這木森犧牲他們家 那個...全家福 這邊都是他們曾經畫的... 他曾經畫過的 那這個鸚鵡螺呢 象徵什麼 所以...對啦 然後我就覺得他像什麼 鸚鵡螺啦 我昨天想說他到底那像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美術館 然後美術館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擺滿了他們的畫 牧生細生 相關的話 還差最後一幅 是吧 搞不好不只最後一幅 好... 稍微偷看一下這裡還有什麼 這後面還有個小兔子耶 等一下...蛋餒 這不是那個嗎 呵...有病的那個什麼嗎 人死最後回憶 有可能耶 他應該已經死掉了吧 那...所以現在是在執著的 找著自己的弟弟嗎 然後...那時候一直有個鸚鵡螺 也是像這樣子 我記得在工廠那邊的時候 遇到一個鸚鵡螺 他也是...在那邊不動 很奇怪 然後直到最後的時候 我突然被一個bug抓住 你看我現在睡變兩個了啦 唉唷 我想要還我睡片喔 呵呵呵呵呵 拜託啦 唉唷收集了很辛苦耶 雖然我沒有全部收集完 好吧 前往下一個區域了 我不是在說這個小朋友死掉 只是他沒有釋懷人間 有這個可能 看來我們要在這鸚鵡螺 搜索的 區域這邊 在那邊 復服前進了 如果仔細聽會聽到 他的背影有人在那邊怒罵 這邊他們就看不到了吧 看不到了填不到了 可以趴了 我幹欸 哥 我操 想贏我喔 大哥哥 喔喔喔 他左手真的超健壯的 覺得羨慕 阿也沒那麼羨慕啦 他有一直在講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什麼的 這個是 是 迷宮塗鴉 似乎在哪看過 欸 靠 我沒有來得及去看另外一區 青年筆記吧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邊有東西 不行 一直拿到那個讓我跟火大 一直拿到這身邊讓我跟火大 啊 什麼 啊 我 我跑錯了是不是 我跑錯了 所以他是有順序的嗎 迷宮塗鴉 我第一個走的是鳥 然後剛剛走 羅那邊不對 腳 右邊嗎 真心 喔齁 迷宮碎片找到了 迷宮寶藏碎片 既然迷宮多兩塊碎塊才能組成鑰匙 我就這樣子莫名其妙的找到了 呵呵 三陣筆記久 這段我剛剛想的是對的嗎 那也太瞎了吧 所以這感覺比較像玉佩耶 就是 以前媽媽他們手上不是都會帶一個玉佩嗎 記得犧牲上次生日說想要個弟弟 而現在就有了 我們全家都很開心 祝福這可愛的新生命 希望他們兩人一起平平安安快樂的長大 媽媽我會陪伴你們到最後了 欸欸手肘手肘不玉佩 我在跟他想 好 好我們跟下一個 喔 幹 幹 又是手 呵呵呵 欸你這隻手很有緣欸 而且這幫你還是你的房間欸 媽的 壞了筆記 不要再給我筆記了 現在看到筆記 我第一個想要是我消失的碎片阿 你媽 喔喔喔就是這一個阿 欸我後面四個全收集碎阿 呵 後面四個全收集碎阿 然後前面收集到全沒了 這越想越氣 阿手借我阿媽媽 你手借我玩一下哈 呵呵呵呵呵呵 這是他手走走欸 迷宮的寶藏 太好了牧生我快到了 所以代表他媽媽在那個 寶箱裡面藏的應該就是這個手走吧 應該啦 喔喔 喔喔 然後你見識一下身為一個沒有吃過雞的人 是怎麼樣繞跑的 欸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他有些地方卡住 他有些地方卡住 你以為沒有吃雞的人怎麼樣躲過追殺的人 欸欸不是 他有些地方是卡的 啊屁啦 過來阿 他不是要追我 追我要拿點誠意阿 唉 呵呵呵呵 喔喔煩欸 我已經快要把這邊 可能卡點的地方背下來了 呵呵 好再往這邊走看看 欸等一下 AI真的用他的智商 換取我的出路欸 什麼鬼 什麼鬼啦 什麼鬼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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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東西 那我剛剛到底在卡什麼的 而且你到底現在是你的頭還是牧生的頭啊 我一看他被AI放欸 你看他這樣飛 到底誰的頭才是頭啊 靠 欸這是BUG吧 我確定我剛剛前面遇到那是BUG吧 對吧 這個才是正常的 其實我真的是AI用他的智商來換取我的出路欸 我可以感謝他嗎 我現在只想把他打死而已啊 這算什麼 這算什麼嗎 一開始我跑過去 不給用 好那我現在往回跑欸 不給用 然後結果咧 你現在跟我說 就走那邊就好了 就一開始我被 一開始我被那個 放回去的地方 這算什麼嗎 氣死了 總算到這裡了 這裡嗎 喔 陌生的頭 屁 屁啦這陌生 你什麼啊 喔 有人要跑 欸我才剛跑完而已 欸還不給我跑欸 啊 啊 哈 快跑快跑 歐啦 拍擦喔 喔ising 在跑一遍喔 又殺死了捏 又是這一個 為什麼每一次 他們都差一點抓到的時候都會有殼這樣子啊 怪物躲走啦 老爸給我的寶貝呢 上面就已經禁止進入你們這些文盲 他說怪物該不會是指好奇心吧 他們看到了處刑現場 埋賬 幹 要來趕這個 搞死人啦 搞死大人啦 就前一秒罵他 下一秒叫他躲起來 影射啦 對啊 我回來就可以了嗎 我回來就可以了嗎 看起來好好災喔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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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臉看起來超呆的 很可愛 呃 小死 我居然被AI海放那個幾次啊 起碼快十次吧 五十幾次有喔 十幾次啦 不是五十幾次 是他內心最後的執著嗎 那那個蝸牛該不會其實是帶子他吧 他說他在贖罪啊 而且在贖罪的路上 然後動不動就突然消失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說的隔壁老王 不是隔壁阿蘇 我現在知道隔壁阿蘇 我都講隔壁老王 很習慣 那個時候 那個會不會是帶子犧牲 可惡我東西沒收起完 不然我想知道其他具體的東西是什麼 手腳紫人偶 所以他是帶他紫人偶回家嗎 在搜尋他紫人偶 不對阿 那麼多人募資啊 當初我錯過了 等我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氣死我了 超多名字耶 超多名字耶 好他們總是要回到家了 雖然很好奇他這個家是哪個家呢 這位牧生確定有跟回來 但他怎麼會看起來一點失落 我回來啦 我回來啦爸爸媽媽 最後我們解決了 細山 線索沒有收齊 我實在很難推斷裡面的故事劇情 總覺得我漏掉了什麼東西 但就是漏掉的東西是關鍵 完全沒辦法湊在一起 如果可以湊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變成一個完整的劇情 但我少一個關鍵物品 我記得那時候看到R6 然後再來是7 我看著他漸漸長大 現在他已經是個比我還要大的存在了 然而這並不會讓我感到害怕 因為我相信我已經讓他改變了不少 雖然有些看不見的傷口 目前似乎是無法癒合的 但我認為我已經把我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剩下的就靠他自己去面對 我計畫讓他開始去做一些簡單的工作 開始籌備讓他能夠獨立生存的方法 我想這樣就不會對不起他了 我聽說在我躲起來的那幾天 李雪冒著被抓的危險 任風吹任雨打 到處尋覓關於他的消息 但我慢了一步 當我回到老家時已經聽到他的死訊 我沒繼續追問下去 如果我再早一點 再早一點 經過了一個月左右 混亂已經逐漸平息了下來 我猜這只是怒氣的嘴全被子彈給填滿了 但他們依然憤怒 不知何時會再爆發 這跟我們所想像的自由的並不一樣 不過現在想想 也許能夠活下來已經是抽到上上千了 雖然當時組成自衛隊本身沒有惡意 但是對於現在單方面的欺凌也只能先忍耐了 現在最讓我擔心的還是我所帶回來的 原本以為已經好轉很多的他 卻發現這幾天會自己出神的出門亂話 有時一蹬一蹬的在路上走著 有時卻又在小道間狂奔 我跟著上去以防他做出什麼可怕的事情 而最後總會在一間三合院外找到他 看來需要一點時間 他說的這個人該不會是犧牲吧 還是陌生是不是 幹不是啊 光那個bug就讓我重玩了好幾次了 其實我在那邊重複的玩同一個地方 我會氣死了 至少我們成功的把犧牲解決了 花了三個小時左右 總共加起來 應該差不多三個小時 可惜也沒收集完他的照片還有裡面的東西 如果能夠全部收集完或許也更能了解吧 那我們這次就先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影片會在陸續剪輯或上傳 如果有興趣的話到時候可以再過來看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掰掰